维纳斯一郎40周年推出了《相思台湾品牌创生计划》 也邀请了木雕家侯泰安展出一系列手作艺术家剧 希望能够透过生活美学和艺术创作 抚慰在肺炎疫情下的紧张情绪 也展现了维纳斯一郎 根植在地40年的坚强韧性 和艺术家坚持创作创新的丰沛能量 维纳斯一郎负责人林满金表示 在肺炎疫情下生活弥漫着不安氛围 而在这危机重重的逆境当中 他体会到唯有从在地文化吸取美学养分 并且不断创作出符合当代生活需求的作品 文化事业才可以长长久久 因此催生了《相思台湾品牌创生计划》 希望能够挖掘多元创作媒材 和表现风格的艺术家 为创作者和喜爱美感生活的民众 来构筑艺术桥梁 就让很多的朋友在台湾跟台湾谈恋爱 因此我们就产生了《相思台湾》这个品牌 那为什么相思台湾就是谈恋爱 你想我我想你 那我们都知道相思木 很多朋友知道相思木是拿来做木炭的 其实相思木是俗称为台湾的紫坛 非常的漂亮 它虽然是很难搞 它是又硬又润 所以我们就开始用相思木来做家具 那因为我的主妇是木匠 那侯先生以前他的爸爸是木匠 所以我们就一起开始创作这个椅子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丹麦 全世界最有名的椅子就是丹麦 一把椅子可以卖到300多万 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所以我自己也做艺术品做了40年 所以我们希望从太平洋的花蓮港出发 用我们台湾国产木来做这个木翼创作 让他有机会走到国际 所以相思台湾讲的不只是我们这些艺术家 而是全台湾人的故事 属于你我他 那未来曾经 未来现在跟曾经 我觉得这个品牌是属于大家的 相思台湾品牌创生计划正式发表 维纳斯一郎推出第一档展览是侯泰安的木作个展 这也是侯泰安他最近几年累积丰富的创作经验后 推出第一次个展 这项展览包括了向大师致敬及相思台湾 两个系列的创意木作家具 都是以台湾原生木材 例如相思树、土肉桂、鸡油等为主要的创作材料 可以说是兼具工艺美学和生活实用价值的创意家具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花莲港维纳斯一郎来餐馆欣赏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